瓊斯杯女籃的最後一天 中華白在對上菲律賓的比賽中 當家主攻守陳維安 單場搶下20分 再加上第四節彭曉彤從板凳殺出 獨拿9分 徹底撲滅對手的反撲棄宴 中場以92比83贏球 本屆的瓊斯杯以勝利收尾 這場勝利更是讓中華白在2014年 瓊斯杯女籃再次分出藍白兩隊之後 第一次在正績榜上超越學姐中華籃隊 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靠的是他們從世大運培訓開始 累積的默契與經驗 因為年齡限制 即將從世大運國家隊畢業的射手黃玲娟 也分享了她在這段時間的心情 當然就是非常感謝隊友 然後甚至在世大運的時候 進四場的那場球賽輸了以後 甚至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學妹他們都會跟我說一聲抱歉 然後沒有辦法 就是讓我有一個很好的ending 但是其實我也跟他們說就是 就是大家未來的路很長 就是我們要彼此再繼續互相鼓勵 也要互相競爭 繼續的往上 那世大運雖然從四月份開始集訓 那實際上就是非常完整的一個團隊 即便我們的總教練現在在藍隊 可是我們繼續執行他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很明確的 所以大家觀念想法都還滿一致的 中華白在這次瓊四杯中 打出令人驚豔的成績 除了球員的拼佔精神 相對充足的習訓時間也是關鍵 未來女男國家隊應該如何整合職業球員的訓練時間 同時找到最有效的訓練方式 將會是台灣女男能否在亞洲 甚至世界的舞台打出夾擊的重要關鍵 回來體育新聞商李優謙 採訪報導